不是我嗎 好啦 沒關係啊 誰啊 還有啊 還有誰 不是 我沒有啊 警方突襲紅燈區 發現私藏寮頭接客還不願承認 來啦 隨便你們 隨便你們 你們怎麼講都 證件都帶著 要員工全部都拿出證件 業者開始跟員警爭辯 不是進來三個人嗎 哪裡啊 員警攤牌說有看到客人進來 但業者還是打死不認甲官門 真營業 不要再進了啦 就沒有啊 沒關係啊 上去看 上去看 男警最後請女警 跟著私藏寮的員工上樓查看 錄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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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號在雲林東市東南村 家方北路俗稱豆干錯的紅燈區 警方機察發現 有男子進去私藏寮 在本月21日晚上 東市分處所有許所長率員 在家方北路查獲嫖客 及私藏鳳三人性交易案 警方即時斬斷人與人的連結 查獲38歲的許姓嫖客 還有55歲和56歲張姓和陳姓兩名私藏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 以及傳染病房制法喊送 請衛生局進行裁罰 另外南投警方24號在埔里一處民宅 查獲4名中年男子在打麻將 還有一位富人在旁邊觀戰 警察都是來自不同家庭 違反室內五人群聚 請當地衛生局予以開罰 TBS新聞陳家貴蔡宋玲 張華強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